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由于欧人行股里面 你自己会怎样选 之前都说我自己比较倾向选中人香港的 2388的 其实这一转股价都算硬正的 要你比起过去这一个月 曾经虽然上个月尾借市下一个月 也下过几棍 但是10月初开始已经上回来 其实这一两个月基本上是患痕的 没有了下去 因为其实都比起市民已经是强的 我想这件事都是很关乎 就是一来它都有很强的修飾食律条件 而始终我想中长期都是一样 就是大家会憧憬觉得有机会受到加息 虽然以它来计算 如果你看看香港的P 就应该没有跟得那么快 甚至乎对上15年那次加息周期来计算 其实P也是捉了一次 不是说跟得很足 但是我想都有这个冲景在 再加上本身业务上讲 其实香港也比较稳健一些 而且我们业务的跨境业务也会比较多些 所以我觉得如果你说银行股里面 就是国际银行以外的 我想本地银行股 我自己比较偏向二三百百万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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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